很多女艺人怀孕后身材严重走样,和没怀孕前完全像两个人,而张柏芝怀孕后依旧很美。 张柏芝的美是经过大众审美考验的,从初到至今依旧没有瓶颈期,作为骨项美女,她在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美。 即使生产过三次,张柏芝的状态依旧很棒,如今44岁的她依旧貌美如花,根本不能称作仪。 就连一向高傲的韩雪见了张柏芝都忍不住说,她太美了,甚至在拍戏时专门拿出本子让张柏芝签名留念。 张柏芝不仅收获了路人粉丝,还吸引了不少圈内艺人粉丝。 而阅人无数的周星驰,在第一次见到张柏芝后都赞不绝口,并表示那时的张柏芝微微胖,脸上有婴儿肥,但还是漂亮。 即使后来隔了十多年俩人再次相见,周星驰第一反应还是被惊艳,并表示张柏芝和以前一样几乎没有变化。 当年张柏芝刚出道就当女主角和周星驰合作喜剧之王,18岁就已经爆红。 出道时的张柏芝还有些微胖,随后的几年里,她越来越瘦,又因为失恋导致暴瘦,下巴也越来越尖,五官也更加立体了。 当时的张柏芝青春靓丽,在看了他们一家人的合照后,不禁感慨她是真的中了基因彩票,五官和脸型都太出色了。 当她和港圈的前辈合影,颜值也很出挑,这张脸天生就该在娱乐圈发展。 当她和内地艺人合照时,其实也相当有自己的颜值特点,同样是星女郎。 当林云和张柏芝一起合照,攻击力还是小了些。 被称作富贵花的景田与张柏芝合照,一个肤色赢了,一个五官精致度赢了,俩人不相上下。 一直以灵动著称的周迅碰上了张柏芝,正面看俩人颜值旗鼓相当,但侧面看时张柏芝的五官更立体一些。 张柏芝结婚比较早,26岁便和谢霆锋结婚,俩人也是娱乐圈的高颜值夫妻。 当俩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,张柏芝曾被媒体拍到大肚子孕照,当时的她已经是孕晚期了,肚子圆滚滚的,即使穿着宽松的T恤,肚子依旧很有存在感。 即使是怀孕,张柏芝也并没有发福,四肢还是很瘦,只有肚子大了几圈。 不得不感慨张柏芝连怀孕的时候都是美的。 2010年,张柏芝再次拼二胎,这一次怀孕特别不容易,一胎后张柏芝连续流产两次。 当全家知道她又一次怀孕时,公公谢贤和丈夫谢霆锋更是宝贝的不得了,全家人都精心为她保胎。 当时张柏芝怀孕的大肚子照片再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,依旧是圆滚滚的大肚子,四肢还是很纤细,皮肤也没有色素沉淀,还是很白皙。 即使没有化妆,也能看出是个漂亮的孕妈。 后来她在采访中也表示自己怀孕时胖到了180斤,生产后迅速减肥,成功瘦身成功。 当时媒体表示张柏芝胖了40磅,但整体来看全胖在了肚子上。 连续生产两次后的张柏芝身材没有太大变化,看起来还是很鲜瘦漂亮,也没有因为生产迅速衰老,状态一如既往。 2018年张柏芝又一次怀孕,即使当时她正在录制节目,穿着厚厚的毛衣,也依旧能看到小腹高高隆起,但脸部没有肿胀感,38岁的她依旧是顶级美女。 后来张柏芝三胎后参加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,众人见她身材这么好,还这么漂亮,本想从她这里取取经,看看有什么可以保养的方法。 结果张柏芝上了节目后,每天都胡吃海喝,甚至还总是吃香辣的螺蛳粉,根本不担心自己是否会水肿。 足以可见,她的美的确是天生的,即使不控制饮食,当她现身舞台上时,身材依旧很标准。 出道的这些年,张柏芝的风评一直不好,一方面是前男友陈冠希,一方面是她的第三胎儿子,不清不楚。 而前夫谢霆锋在被记者问及张柏芝的事情时,谢霆锋直言,柏芝是个好女人。 他表示,即使自己很少见到两个孩子,但每次和孩子们一见面,氛围还是很和谐。 足以可见,张柏芝在离婚后没有挑拨父子关系, 还常常在孩子面对谢霆锋美言几句。 就连谢霆锋都表示张柏芝是个很仗义的女人。 当年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后,谢霆锋与前女友王妃复合,外界议论纷纷, 并传出张柏芝只是谢霆锋的过渡阶段,算不上真爱,一时间争议百出。 而张柏芝接受采访时,并没有诋毁谢霆锋和王妃,反而很真诚地祝福他们俩。 曾经的张柏芝受原生家庭的影响,出道后药一边养家一边工作,压力很大。 她一直都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,生很多孩子,如今她有了三个可爱的儿子, 但她表示还想追加一个女儿,因为她本身就很喜欢小孩子。 如今44岁的张柏芝依旧貌美如花,在另一种意义上张柏芝也是人生赢家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